喂 妈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没事 到时候我再把钱给你寄回去点 好 你照顾好自己 不好意思 我不是有意要听到你打电话的 没事 我是新搬到这儿来的 结果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哦 那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吧 我也住在这里 你放心 我不是快一点 那也行 走吧 好 我那一万块钱呢 花了呀 花了 你说得如此轻松 你知道我挣钱有多不容易吗 我妈妈你 你是不是把钱又给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弟弟马上就升职了 给他就是等于投资 你懂什么呀 哎呦 行 你真行 哎 你真行 行 哎 嘉慧 你怎么在这儿 何大哥 我在这儿等你呢 这是你的钱包 你那会走在前面太快了 钱包掉了 我在后面我也没追上 然后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哎呀 嘉慧 太谢谢你了 不然我这损失就大了 嘿 没事儿 你送我回家 我还你钱包 咱俩扯平了 谢谢你啊 哎 没事儿 那我走了啊 好 嗯 来啦 来啦 哎 江慧啊 哎 有事儿吗 你在家啊 我想问你借个工具箱 哦 你先坐会儿 我去给你拿 哎 哎 人呢 怎么梳子就走了 哎 我放桌子上的两万块钱拿去了 不会她拿走了吧 哎 哎 何佑迪 啊 那两万块钱呢 丢了 丢了 两万块钱说丢就丢了 哎 我看你却不想跟我弟借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借样 咱俩就离婚 离就离谁怕谁 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我告诉你 我还不想跟你过呢 来啦 哎呀好 哎 哎 哎 江慧啊 你怎么来了 哎 这三年你去哪了呀 何大哥 我是来还你钱的 当时我妈做手术继续用钱 所以我就 哎 这事都过去了 不提也罢 听说你因为这事和嫂子都离婚了 我可以去解释的 没事的 我跟她 早就过不下去了 早就想离了 那以后 我来照顾你吧 啊 我什么都会的 这怎么写的 我写的 可以的 我心甘情愿 来来来来 我真的不想摸 好 在哪里 我心甘心 感谢观看